姑娘 这地方可不能乱走啊 这村子被诅咒了 诅咒 什么诅咒啊 姑娘 听你这口音 你不是本地人吧 难怪你不知道 这村子被诅咒的事情 周围的几个村子都知道了 赵宝 我们几个村子决定派几个人出来 轮流在这里盯着 不让他们任何一个人出来 再感染了别的村子 对 现在都不让进了 对啊 要说这个村子被诅咒的事 从几年前就开始了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只是有点牙齦出血 还有点那个口臭 大伙也没当回事 可是后来啊 那些被传染的人 走路都摇摇晃晃的 眼神痴痴呆呆的 就跟丢了魂似的 再后来那些人啊 他们就出现了那个耳聋眼瞎 其中有的人 他跟发了风似的 他自个儿就往那河里跳了 可吓人了 是啊 这还有更离奇的呢 这个村子里的猫都能跳舞 走起路来 他像跳舞一样 有时候还会倒地 打滚撒泼 再后来 他就往池塘里跳 直到现在 这个村子里的狗啊猫啊 反正是牲畜和动物 基本上都死干净了 医学专家指出 拱中毒除了会对肾脏感受伤害 从而导致肾病 综合增长 哇塞 金 你坏了热视TV超级电视 好厉害哦 这样行了吧 不是 我是让你看画面呢 你没看见上面那些猫啊狗啊狗啊的 都跟疯了一样 你看 这叫拱中毒 这些狗啊猫啊 都像疯了一样了 谁不跳 这不是诅咒 他们是中毒了 而且很严重 不过引擎猫这关你什么事 还是让道走的 不行那是上百条人命啊 救人员也胜造七级浮屠 那我不就是造了六七百级 小女子暂时有所为有所不为 进去看看 走 谢谢我知道了 姑娘 你不能进去 放心吧 我不会连累你们的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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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怎么办呢这是 抓狗爷 避避避避避 抓到你了 抓不到抓不到 别弄 你等我一下 来人啊 快来人啊 有万人景村了 别喊了别喊了 我是来帮你们的 快走 快走 快说你是贼 为什么来我们长河村 是啊 谁派你来的 谁派你来的 没有人派我来 我是自愿的 我是真的来帮助你们 这帮我们 谁要你好心哪 你与我们费心费故 不怕被诅咒 反而过来帮我们 肯定有缘毛 不是的 你们这个不是诅咒 是中毒了 中毒 但是还是能治愈的 请大家相信我 我是真的来帮助你们的 你来帮我们 是来毒死我们的吧 然后一把火 把我们长河村给烧了 是不是 这样十里八村 就都安全了 不是的 是不是他们那几个村子 拿钱雇你来的 不是的 这重伤之下 这是必有勇夫啊 我说姑娘 你就不怕出门掉河里 我 我们也一定 把她赶走 不是 走 快点 走 我真的是来帮 干什么 毒蛤 别这样 他们很可怜的 我真的想帮助他们 咱们别着急 万一她真是来帮咱们的 秦柔 听我劝 离开这儿吧 这个村子 连最好的驿馆都治不好 更何况你个弱女子 你要执意进村的话 自己都可能被传染上 不行 毒蛤 我不能走 我一定要救他们 要不你先走吧 行州 算了 我留下来帮你 谢谢你 毒姑 请大家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大家治好的 相信你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为什么相信你 感谢观看